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近几年我国汽车自主品牌不断发展 2016长征品牌获得我国汽车自主品牌第一名 2017年吉利凭借着125万的销量 同比涨幅60% 超越长征品牌斩获第一 但人们看到这些数据之后 尤其许多老龄车友们会问 奇瑞呢 那个座位在中国技术尖端 最绝代表性的国产老牌车席去哪了 2017年 奇瑞市场销售量仅仅维持在45万辆左右 且同比下降8% 奇瑞自从2010年以来 已经连续67年没有进入过前五 但回首2010年以前 别说前五了 奇瑞经常霸占榜首 作为我国自主品牌 奇瑞拥有极强的自主研发自己思组能力 所研发的产品遮讯品质 在光的市场上也十分优秀 而且2017年 赞同已近11万辆的出口份额 位居国产第一名的好成绩 国家为了表扬奇瑞的优秀品质 奇瑞获得了国内首家 出口免检资格 这是十分具有荣耀的 奇瑞锐火3作为奇瑞老车款 在奇瑞发展这几年里发挥着不可谋命的作用 虽然锐火3的外形不受人喜欢 但锐火3也在了用户体验上 极高的市场反馈是锐火3成功的一点 早些的锐火3还配备有名用防弹板 采用全金属封闭式结构可以防弹 为了彰显锐火的优秀 获得国内第一家出口免检特权 这应该是国内自主汽车品牌最高的荣耀 其中锐火3对此做的贡献不容小觑